Hello大家,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录制视频了 那今天所聊的话题呢 如题目所见 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 在使用PG的过程中 需要怎么去维护它们 怎么去注意一些细节 然后让它们的寿命可以更长一些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我们日常使用过程中 应该怎么去用它们 那这个感觉还用说吗 正常去装钱包装卡包就好了 装卡片就好了 那第二部分是 当我们把它用到一定程度 用的比较旧了 或者用坏了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在爱马仕官网呢 其实有一段话 我该如何包养爱马仕 包括PG制品 这下面有一个一段话 进行一个解答 PG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材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发生变化变色变软 软化并变得细腻 应该避免潮湿和长时间暴露在光线或极端高温下 不建议使用市场上不适用于爱马仕皮革的护理产品 保养您的包的最好方法是定期将其送回我们的店铺 由专专业工匠进行清洁 并在必要时进行重新修整 那它这里其实也分了两部分 一个是清洁和修整 就是说你的包是旧了还是坏了 这也是分两步了 那清洁的话就我的理解的话 应该是正常的清洗 加上一些上游啊 比如说边游的重新整理啊 然后给皮革上一些油 因为平时可能大家没有习惯给自己的钱包卡包上游 对吧 所以去爱马仕专柜去护理云的包是比较稳当的 比较比较妥当的事情 比较妥当的事情 但是其实在很多第三方比较好的工匠 也是可以做的正常的清洁啊 维护是没有问题的 那建议大家维修啊 上色这些还是要到爱马仕专柜去做 这样至少你的包做出来 第一它的整体的效果会非常好 更接近原有的这种特征 第二也会更保值一些 相对保值一些 对 那日常使用过程中我们该注意什么呢 这是今天的重点话题了 就是像从小到大我们来聊一聊啊 像这样的卡包的话 我们一般可以给它放三张卡 这是一个北京的公交卡 当时在北京这时候办的 那其实放一张卡片的时候 看得出来就已经比较古了 那放三张它会让皮革变得更 撑得更大一些 所以像这一类的卡包呢 建议大家可以拥有多个 以便啊 比如说一周左右 或者两周给它更换来使用 对 更换 让它们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同样呢 像这样的钱包 其实把里面放得鼓鼓囊囊的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 这个里面是一个 有至少可以放六张卡的卡位 然后中间还可以放一些零钱 但是呢 还是不建议大家放得那么满 对 让它有它原有的形状 是能够让它这个形状 保持比较长的时间 那钱包这一类的东西 存放的话就很简单了 就是放着就好了 就是平放就好了 大家可能也不会 不太会把它立起来这么存放啊 躺着 让它受力最小 去存放就好了 卡包 还有其他种类的 像这样的 那看起来它 其实是几张皮革压在一起 然后做了一些空间出来啊 做了一些可以放的隔层出来 正常去用是 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是一张卡 如果放了很多张卡的时候 然后中间再放一些零钱的时候 难以避免的就是 它一定会发生变形 所以说多备几个卡包 替换使用 都换使用 是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做法 那包括最近 其实有小朋友 在囤这样的卡包啊 这样的卡包 它一边大概能放五张卡左右 记得之前是试过 可以放两边放十张卡 当然放更多卡没有问题了 但是会让它有点变形啊 那这样这种卡包 为什么好用呢 首先它一边放卡 放三到五张卡都可以啊 然后另外一边 放一些零钱 放一些非硬币 或者硬币都可以 但是硬币可能会对它有一些 造成一些皮革的影响啊 划伤量有可能 但是Epson皮还是安啦 是吧 不用太考虑 会对它造成什么损伤 用得开心就好了 这个是 这样的卡包 当然它们都有自己的 英文名字 或者法文名字啊 这里没有那么专业 就不给大家搬门弄斧了 很多客人其实比我更专业啊 很多视频观众可能比我更专业一些 包括这样的钱包 那除了线抄位 还有这个稍微在 私密性更强一些的这种拉链位 里面其实放的东西 也不建议大家放太多 包括这样的卡位啊 多多少少其实都是会对这样的皮革 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钱包呢 还是要经常的去换一换 像Constans的长款的签加 它里面也是有卡位的 所以有卡位的包呢 我比较担心的 我个人比较担心的 就是这个卡会对它的卡位造成一些变形 爱马仕包包的话呢 我们也给它分几种来讲吧 一种是这种Epson皮 就是比较硬挺的这种皮革 那其实这种皮革呢 做成外缝线之后 它本身的这种立体感会非常强 它会有自己的这种韧性 所以按照它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存放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 那立着放也是OK的 它自身的重量 并不会给它的皮革造成任何的变形 所以Epson皮的这种皮革 反而是不用大家太过担心的啊 但是呢 这种外缝线的包包最怕的是什么 在使用过程中 它的边角会很容易磨损 所以一般来说 就是边角需要做一些定期的保养 然后就给它上一些边游 以及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 不要让它磕到碰到 这是Epson皮的 当然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还是让它躺着来放 也能适度的延长它的这种使用寿命 或者保持它原有形状的这个时间 那接下来其实像凯莉包的话 它也有一种就是像这个透过皮的软皮的啊 包括昨天的视频里面提到的一个TC皮的凯莉包 那这样的凯莉包最健康的方式一定是让它躺着 大家还记不记得从砖柜爆出来的橙色盒子的时候 看到它或者拿到家里面打开的时候 它往往是一个盒子装着 带着防尘袋的包包 然后防尘袋下面呢 会有一个填充纸做的枕头去给它拖起来 那那样的方式也是非常健康非常OK了 那如果大家日常在存放过程中没有存放一个枕头在家里 包包的枕头在家里 给它平放就OK 这个区别倒不是特别大 区别倒没有那么大 总的原则就是让这个包包的皮革受力最小 像我们店里因为也需要展示 所以我们会把这种软皮的包包也装满了填充 然后让它这样一挺的立在这里 那这种存储方式呢 多多少少也会让皮革会有一些向下 那如果同样的存放时间的话 那躺着的包包一定会比站着存放的包包 它会显得更立体一些 可能身高都会更高一些 那薄金包也是一样啦 像一些Epson皮的薄金包 它本身也有一些比挺的程度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给它躺着放 那40的包包就可不用说了 40的包包它本身皮革比较大 它难以自己承受自己的重量 往往就是就是塌着 就是塌着 所以40的包包就是让它搁忧烫 就好了 30的包包也是一样了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 给它放一些衬托物 让它拖着 让它就像人坐在沙发上是一样的 整个身体受力面积越大越好 没有那样的条件的话 防尘袋装好 遮光 然后让它躺着就可以了 遮光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啊 这是在今天也是特别想跟大家说的 那我们店里之前其实我有提到过啊 店里会有一些包包或者鳄鱼皮的那种凯蒂钱包 会有长时间光照的情况 因为也需要展示 所以光照之后 它的小胳膊挡着的位置 是要比外面暴露在灯光下 或者阳光下的这种颜色更浅一些 因为爱马仕的这个皮革的这种颜料 都是用植物性的染料 所以顾色没有那么好 当然大家也不用太过分 怕说褪色了怎么办啊 那交给爱马仕就好了 真的爱马仕在做皮革颜色的修复的时候 它会整个综合的考虑 整个包包的情况 比如说像店里的一个 我去拿 这个 这个 这个包包看起来 它外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把它打开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我们这种 透明 透明 这种防尘带的 坏处 能看到色差吗 上面挡住的部分 要比下面要深很多 但是交给爱马仕之后呢 就是回到工匠的手里之后呢 他们会把这个颜色 重新再补一些 上来就OK了 补色并没有那么简单啊 因为如果就我了解的一些第三方 它说这些边角 它的补色并没有那么好 边角 你当你稍微给它分开一点点 看到里面 它是补不进去的 上次看的爱马仕 就是送回来的那只保龄球包 它的边角补的真的是很完美 很完美 虽然你知道它是补色的 但是你也不得不佩服它的记忆 简直就是为使用或者没有被磨损过的那种感觉 好那就是这个遮光 遮光非常非常重要 那天和我们的师傅在聊起来的时候 说这样的透明袋子不够透气 那如果它的有一块 现在是几块 一大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四块这种透明的塑料 给它遮起来 加上拉链 那如果有一块比如说背面 比如说底面 用了帆布或者无纺布的这种材质 那它的透气效果就会比现有的要好很多 当然就没有办法遮光了 因为商家的话还是要去展示它 没有办法 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那个小朋友的问题 大家如果在这些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可以再和我进行一个沟通 再留言或者微信告诉我都可以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